竹子变的不会漏水啊 好多人啊都以为我这个是木头做的 其实这个啊 说你那兔子要不要30块钱 30块钱手工费也不够老板 30块钱挺多给你这个小鹿吧 哈哈这是核桃做的一个球 这是一个果盘啊 你看是吧 打开之后这个果盘上去挺漂亮的 说你多大呀这么厉害啊我20 这么年轻这么好是 这个有没有盖子干过喝啊 盖子在这里 哇盖上去比较卫生的 太漂亮了 这个更漂亮的 哇塞 哈哈 这个是艺术品啊 说你那个是灯还有个凳子 那个 这个是个灯还是凳子啊 我这东西变的真好看啊 是不是 还有更好看的呢 你看哇塞 这个也漂亮 那这个竹丝都是比较细的 打开我看一下 日鲁班做的一个鸡蛋盒 叔叔等一下 这个要不要两块钱 嗯 哇这竹编的不漏水啊 怎么编的不漏水的 这个要编的很细啊 看这个竹丝都是比较细的 这是喝水的杯子嘛 啊这个没有做好的不好看 你看做好的 哇这个竹丝做的 对啊这么细腻 是要不要5块钱 不是这个 哎还挺好玩的这个 哎 到底是干嘛用的 打开你看一下 你看现在知道了吧 哦你看 哦知道了 对 它有个防火棉的 你看知道了吧 哦 这个东西我懂 这2块钱的东西 做这么漂亮干什么啊 啊 这个带勾的贵6块钱 是吧 哦 你看 擦大旗很难做的 这送能可以吗 你长那么大 都不会送你父母啊 这一半多少钱一个 啊对 手柄不要拿怕断 这个很贵的 有多贵 你不是买不起 有 好 就买得起我也不买啊 很多人都以为核桃是拿来吃的 像我们的话呢 会给它做成这样的手工艺品 用的北美黑胡桃母结合 变成了一款新中式的干果盒 你看 因为它每一颗核桃的纹理啊 都是独一无二的 比红木的便宜 但是要比它好看 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用穷竹啊 做的一个古凳 特别的雅致 这种竹子的话是长在高海拔的一种竹子啊 非常适合用来做家具 甚至做这个大桌子都可以 你看这个特别漂亮 比你们一般买的木头的要便宜 但是会更有格调 真的可以让你用一辈子 甚至用几袋人 表面插的是植物大钱啊 我们这种竹子放在北方呢 它都不会开裂的 而且的话无论你家里用什么样的 这个是小茶杯吧 竹子做的 这个没什么用的啊 不要买这个 好漂亮啊 买这个 这个编的真好看 竹丝我们探了 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是啊 这个盖子还能 带到国外去 红杨发扬官大 可以啊 非物质文化啊 这个 这么好看的 200块 像个金元宝 你看我们这个篮子 编这么漂亮啊 真的很少能做的这么好看的 它不是拿来买菜的 你们可以拿来收藏 因为这个编料编三天的时间 你们平时想买一个竹编的话呢 干脆买个这种质量好的啊 真的可以让你用一辈子 买个普通的可能用几年就坏了 而且这个是真的有观赏性 有收藏性的 你们看看 今天拍个视频 不知道卖什么了 把这个贵的先卖出去吧 我们的粉丝的消费 为什么要贵着卖出去 不是 卖贵一点的 我们的粉丝的消费力 还是很可以的 像这个茶饼盒 是一个收藏款 叫六角芒芯的一种编法 你看我这里的东西这么多啊 能度你法眼的 这个肯定是其中之一 可以放个单饼的茶饼 可以拿来收藏 拿来送你就可以 欣赏一下这个细节 还能做这么漂亮的鼻筒 对 这个是雕刻的 没人写字了 不开裂的 放茶道配件吗 送给我也不要 这东西没念导致 你这竹子做那么大的茶盘 不漏水吗 不会呀 这竹子的怎么会漏水呢 你看 哇 真的这么大的板 是啊 这很好的 不会变形吧 不会的 你用一辈子的 你说不会就不会啊 这是凳子吗 可以当凳子和桌子 这是个盹 竹子编的不耐用吗 很耐用的 这是鱼鳞纹 下面有这个给你加 他卖 他肯定说他耐用 你信他的 好 走吧 这样 现在过年干 我饿得很贵 现在便宜了 才30块钱 30多 30多块钱 竹子做的 这竹子的这么便宜 这个碳化锅 送给我也不要 破东西 这是竹子编的吗 对 插了大漆 这两面是单独做的 真漂亮 很结实的 这个要多少钱 这个100块都不到 来一个吧 你可以用一辈子的 我可以用一辈子的